说一下 当时我的导师 领我去给一个领导的母亲去看病 当时我们去了河南 老太太90多了 头晕耳鸣 她还不是说耳鸣 她就说我这脑子里就哄哄哄哄响 然后还疼 疼得不像样 然后我们当天到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上10点多了 然后老太太又起不来 又这个那个的 说了一堆 我简单的先给处理一下吧 把领椎扎了扎 扎了扎 第二天老太太说 睡了这一宿还行 能睡着了 虽然还疼吧 但是能睡着了 之前哎呦这疼的 这都半个来月没睡觉了 然后这这宿还行 但是这耳朵还那样 还是这是个哄哄哄的一直想 然后想第二天也不能再扎针了 是吧 然后因为我老师带着我去的 我老师肯定会给这个 这个病人开点药嘛 是吧 那在吸血上的问题 我就不做故作考虑 那我只能进我 进我这个方面 从肌肉骨骼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值 那好了 刚才我是不给大家讲了 第一颈椎是不是可以产生头疼 头晕 耳没耳聋这些情况啊 第一颈椎呢 它是不是就对应的是我们的锯锅啊 我给你们学一下九十多岁老太太走路什么样 九十多岁老太太 因为他他告诉我 哎呀我这个腿啊 我这个膝盖啊 很疼 我这个就这么一打弯就疼 我以为你看他说他他这么一蹲他就疼 我认为他习惯解很不好 毕竟九十多的人了 但是我看他坐到床上之后 哎他来回动这个习惯解 就没什么事了啊 我看他就是自己上床啥的还挺 挺利落的 自己还能脱袜子啥的呢 我说啊 我说那我就懂了 那你看你蹲不下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锯骨卡住了 锯骨是往前移的 是你这个脚背卡住的时候 你是不是蹲不下去了呀 大家想想我说的对不对 那好了 老太太说 哎他两个膝盖往前一蹲 这膝盖前面躺 哎呀你看我这一走路就这样 我心想 哦 你这么大碎的时候 我不敢动你的脖子 我还不敢动你的脚 我说那您躺着 我一尝 嗯 那个两个脚往上一推 一点都推不上去 那锯骨卡得特别死 我就把这锯骨 因为老年人你让他结合呼吸 他也结合不了 他不听话 按住了晃晃晃晃晃晃 我也没给他用的烂正武 因为 本来他就不信 你这个东西你再用给他用的烂正武 他就觉得你啥没干嘛 我怎么可能好了 给他动一动吧 晃晃晃晃晃晃 把两边锯骨都弄一弄 弄完之后 就躺着嘛 老太说 当时我都没想到说弄完之后笑我能那么好 因为毕竟九十多岁的人了是吧 老太说 小伙子啊 我问你个事呗 哎 我说啥事啊 他说这个咋的还管这个耳朵响吗 我这会好像这脑子里这轰轰的声轻点了呢 那时候才弄完一个脚 哎 我是来劲了 我还能接着再弄吧 把这个两个脚复位完了之后了 但是 嗯 好多了 这基本上没多大声了 疼也不那么疼了 哎 我觉得这事很神奇啊 然后说那你再下地再走走 一走 哎呦 我这膝盖也能蹲一下点了 膝盖也不那么疼了 其实当时我就是动了动脚 这个事呢 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而有时候我支颈椎的时候 直接哦 颈椎一摸 啊 有三节错位直接在脚上找三个错位的骨头 把脚一复位 下地好了 这样的病人我支的也很多 那当时还有一个特别逗 有一个女性 是在大众点评上看到咱们这次做的 然后找到我那 然后我就是一查嘛 因为当时我正正在用这个方法嘛 她说她头晕 因为大家记住 头晕呢 那有的时候你不确定的时候 颈椎你不要轻易的乱动 你像用咱们这个能量振舞的方法可以动 但是你不要说上来就去 哎我帮你按啊 我帮你弄弄弄弄完之后 它有可能晕得更厉害 然后想了 看着它这个形态也不太好 它有点这样 有点内有点X形腿 有点内八字 那我说 哦 我说那我先 我看看你查看你的脚 他说哎你查我脚干啥 我说看看吧 一查按按一按好几个地方都疼 把脚弄完抽 他说 嗯 头怎么好了呢 头不晕了 然后他就觉得是在心理作用 然后当时当时我说那你看 我也没办法证明这东西不是心理作用了 是不是 我说你回家看看吧 观察几天 反正我我说我一直在这 我说我也不走 那行吗 过几天我就看 我还特意 咱们整个就是在大众点评 看的很少吗 我然后我就特意关注了一下这个事 过来过来一阵呢 我看他在大众点评说 说啊 当时我就觉得被这个大夫给迷惑住了 然后就是 我觉得他好像试了个什么法术一样 然后他也没动我的头 也没办法 动了弄脚 我这头就不晕了 反正这事确实是好了 要然人家也不能说 隔了好久 他才写的那个评论 我这会给大家说这个事啊 就是说可以通过治脚 直接治脚来把这个颈椎治好 这是真的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胸椎 胸椎呢 有两种诊断的方法 一种是呼吸诊断的方法 的 您